我们这节课主要讲的是如何起标题与三个关键词 首先呢我们要明确起标题的意义 我们起标题的意义就是让客户能看到我们产品 然后就是能对我们产品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然后它最主要的是让我们这个产品名称里包含客户所搜索的关键词 这样的话客户才有机会看到我们嘛 然后呢首先讲一下如何起这个产品名称 产品名称正常我们可以看到同行会有一些个 比如说是2020啊或者是中国工厂啊 或者是什么一些的前置词 然后后边加着一些个我们产品的核心关键词 就比如说我们这产品是卖一些个一只类玩具 就是儿童玩具 然后儿童玩具可以算上一个关键词 然后比如说这个儿童玩具 因为它会有涵盖很多东西嘛 比如说是成套的玩具啊 或者是这个玩具的形状材质 然后这种都可以添加在我们标题里 然后呢再加上我们那个 形容我们产品的一些个比较精准的观念词 再可以加一下我们产品的一些个小一种观念词 都可以在标题里体现 就是我们标题里要尽量要覆盖 就是我们全这个产品的一些个属性信息 然后加上一些个大词 这样的话客户在去搜索他想要的产品的时候 就是才能尽可能的去找到我们嘛 就是标题尽量一定要覆盖全 因为它有128个字符嘛 然后尽量这128个字符全都覆盖满 然后关键词呢 其实这部分有三个方法 因为阿里这边有一个就是不成文的说法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产品的关键词加标题 一共是100分 然后就是一个框分几十分嘛 然后呢我们产品标题占了一部分分数 然后产品关键词有的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说我们三个位置 每个位置只放一个关键词 然后这样的话能分就是因为有分嘛 就比如说这个只占25分 这个25分 这个25分 然后这是一个关键词25分 然后呢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我们把这个128个字符全都占满 就是多覆盖一些个不同的关键词 因为阿里在去 客户在去搜我们那个产品 产品的时候 他都会搜索一个关键词嘛 然后他这个系统不一定会 只抓我们产品标题里的关键词 有可能也是抓我们这个 就是产品关键词里边的词 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覆盖的多的话 然后客户能找到我们的几率更大一些 然后第三个方法呢就是什么 因为我们要去发布一个产品的话 他或者优化一个产品 他都是有一些个目的的嘛 就比如说我们想去把这动车一些个星级低的词进行优化 然后我们在起标题的时候就多注意一下 把我们的这个标题里 就是放一些个我们星级低的关键词 就比如说是我们想推这个词 但是他这个词是二型的 然后没有能精髓匹配这个词的产品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就是很多个形容 这个产品的星级低的词 然后都放在标题里 然后要有一个逻辑顺序 然后组成了一个标题 然后呢在这个关键词的第一个位置呢 我们要放我们这个产品的精准词 就是精准形容我们这个产品的词 然后第二个和第三个位置呢 放一下就是我们同行自然排名较高的标题 就是标题懂吗 然后就可以去首页去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想找一个小玩具 然后去首页去搜索 然后找一下个自然排名前几的那个标题 就是符合我们产品的标题 然后进行复制 然后放在我们的这个 这两个关键词位置 然后这个就是起标题的三个方法 一个回顾一下 就是一个是这里边只放一个词的 然后第二个是把这三个位置 就是128个字符全都贴满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第一个放精准词 然后这两个放就是排名前几的 那个同行的标题 因为现在他这个一百分的这个事情 他不是就是百分之百 就是说的必须是有一个成文的规定这种 然后这个三个方法就是 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自行去组 就是放一个词啊 还是全覆盖满 还是放一些个同行标题这种 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进行选择 下面进行实操一下 然后看一下这个标题和三个关键词 具体到底怎么去组 首先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说让我们的这个标题组满这个128个字符 然后每个关键词里边只放一个相对应的关键词 首先先去我们正常情况下 应该是对我们产品有一个直接组好的那个标题 然后我们比如说这个时候已经我们组好的标题 要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现在特别不是不够128个字符吗 然后我们可以再结合自己的产品特点 然后进行一下分析 然后可以在里边再直接加上一些 就是可以描述我们这个产品的关键词 然后把这个放在这个位置 我们把多余的重复词给删掉 尽量在那个首尾 都有一个我们形容这个产品的进入关键词 然后里边的话基本都是那个 正常形容我们产品的关键词就可以 我这个在这个首字母最好是都要直接大写 然后呢如果我们在后台组完标题的话 它有大写有小写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后台敲一个公式 比如说它这个 它这个是小写的 然后我们想把这个每个字母都换成大写的 我们可以敲一个公式 有个公式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公式 然后我们选择一下 再去选择我们想变成写的那个标题 然后点一下确认 就是直接一个 然后大写的一个标题了 然后我们把它复制 复制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名称 和产品关键词位置就可以 那我们今天把这128个字符给填满 然后这个产品关键词呢 我们就要就是一个一个关键词放 因为它说因为会有这个分分的那个原则嘛 看我们在放这个的时候 它会底下也会有一个拓展词 如果我们感觉拓展词又符合我们产品的话 也可以直接放在里边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第一个方法组的这个标题 然后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标题它组的都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要把128个字符给填满 就是这个产品关键词的位置 然后我们就去找我们所找出来的那个关键词 然后呢 去把所有跟这个产品符合的词都放在里边 去填满它128个字符 然后一定要让我们这个不要有半个关键词 因为它要是占满的话 它会有一些个词直接复制不上 然后不要有最好不要有半个关键词 直接给删掉 然后这个三个关键词依次像这种 然后给它填满 这个要填不同的关键词 不要把重复的关键词填三遍 要去填不同的关键词 第三个这个也是就是比如说这些词都是精准形容我们自己产品的那个关键词 就直接放在里边好了我这个只是举个例子 咱们自己要去上传这个关键词的时候一定要进行筛选 然后一定要符合这个产品 然后这个是第二个方法 然后就组完标题了 然后第三个方法呢就是说标题的话我们放一些个低性的词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表里全都是低性的词 我通过后边的那个后台在半部这厂车里把这些词都整理出来了 然后我们都是形容我们这个产品的嘛 我们可以把这个词直接附着到这里 然后去进行删减 就是把我们这些个重复的词都给它删减掉 然后可以多加一些 这样不要让很多词都重复 对然后把我们低性的词就放在这里边 然后呢这个关键词的位置 第一个词就是我们这个产品要发的是一个上一的产品嘛 我们就可以把自己这个单独 形容我们这个产品的核心关键词放在里边 然后呢两个位置放那个同行的那个标题 去找自然排名前几的 比如说这个产品和我们产品感觉好像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这个直接复制到里边 然后一定要看一下它那个里边不要有侵权词啊 自己看一眼或者是品牌名称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放上 这个和我们不符合 这个也比如说和我们产品符合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复制 站到我们的这个第二个第三关键词位置 然后这个三个方法就是全面了 然后这个标题的位置倒不是那个有小写吗 我们可以直接放在这个表格里 然后去给它设置成大写 看这样那句话就全面成大写 我们直接复制这个 然后粘贴到我们的这个标题的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以上呢就是我们如何组标题和关键词的 那个具体词操方法 然后再评订阅一下 我们再评订一下 有什么关键词的